Leo聊世紀 TT的不可行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破爛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7點鐘方向的破爛人 這位玩家是肥龍 中國頂尖玩家 那破爛人的打法 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他的工兵路線的話 也可以考慮馬功或是強弩 但馬功路線沒有安息人戰術 也沒有三級工兵鎧甲 所以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肉馬 當作坦克會比較好 搭配上金罐 這個列克提克遺產 那破爛人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文明 他是挖石頭 也可以獲得黃金的文明 也就意味著呢 他在越後期的情況下 可以多產生一些黃金 獲得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破爛人呢 他的聰明呢 也會自動回血 所以再加上這個塔弓效果 其實也是不錯的 但是塔弓這個打法 已經漸漸的在天梯上被淘汰掉了 畢竟這個太傷經濟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Z40 這邊是選擇了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單位喔 有這個金罐技術 阿茲諾騎兵 可以讓騎兵的人口 佔用人口減少15%喔 那他的寶兵莫拉斯帕呢 也是每七支可以加一點傷害喔 所以搭配金罐子用喔 這個莫拉斯帕的傷害值會變得非常高喔 那喬治亞人呢 那他的經濟加成喔 是主要圍繞在強化教堂上 強化教堂開下去之後 半進九格內 就可以獲得這個 1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喬治亞人呢 他要到城堡時代開始 才會有明顯的經濟加成 前期的話 他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算是直接送他100目的概念喔 那喬治亞人呢 後期可以考慮打這個馬功路線 馬功的話打這個 重招馬功 配安行人戰術 後期呢 還是可以打這個大陸馬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囉 那地圖的部分呢 目前看起來Z40黃金在前方 右邊有塊黃金 兩個黃金的位置都是偏正面喔 比較尷尬 而且前面一開始這裡也不好防守 後面有個果子區 那看起來是不太舒服的 連這個石頭也是喔 還好有一塊複石在後面 那接下來看一下肥龍這裡 肥龍這裡的黃金分布 比Z40這裡好了一點喔 有一塊黃金在後面 這裡甚至還可以開TC 沒什麼後期的防禦問題 如果前面開TC的話 這邊要小心這裡還有個高地 而且這裡也有 如果被蓋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開TC也會被壓制住 整體來說 不管怎麼打都不太好防守 看要不要到城堡時代中期或後期 地勇斯坦 再來插城堡防守這塊附近 那破爛這個文明呢 是比較需要大量空地 去來撒下大莊園的文明 所以這邊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肥龍會怎麼去防守這個大莊園 好那肥龍這邊已經準備升到封建時代 已經補下了 這個雙髮牧場 雙髮牧場的話經濟的話就很不錯 現在是18匹 好這邊繼續吃羊 好那均嬰的部分要找個地方蓋一下 要補這個位置呢 補這個位置 稍微擋一下 唉唷這邊漏馬 稍微打一下 逼拖了一下 推路 好騷擾一下 但是路還沒回家 好像可以繼續趕 唉不錯 這個路就算沒走 好 好肥龍這裡是把路 路還是推回來了 第四菱稍微繞了一下對手家裡 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他的視野 好目前看到視野 是已經看到他的附近一個在前面 沒有看到他第二塊附近在哪裡 那為什麼要前期觀察這些支援點位 是對待會的騷擾 會可以一個重點式的騷擾 這個支援點位 好那接下來 飛龍是決定要圍家 有人破爛前期的壓制能力並不是那麼的強大 結果這個洞 打了幾下沒有殺到 可惜了 好變成三隻肉麻了 三隻肉麻繼續待了 飛龍是圍家 按槍兵防守 點下了一級農田 開始 撒農田了 OK 點一級農馬上撒農田 就可以吃到這個一級農的經濟加成效果 因為我們不用等一級農研發完 就可以先下 因為蓋好農田的時候 一級農田也會研發好 這個算是點農田科技時可以注意的小細節 好 麗絲林這邊成功抓到了一村 回頭打了一下 好 飛龍最後是被抓掉了一村 還能接受 還不會到太慘 因為飛龍這邊也在繞 想要給壓力 好 飛龍這邊能抓到一村嗎 一直在巡邏 肉麻回來救 OK Z40這邊 文明選擇來看 是優於波蘭人 喬治亞打波蘭人的優勢其實很巨大 因為他的莫拉斯帕近戰防禦高 而且他的價格其實跟波蘭的重裝騎士 沒什麼太大的價格差異 影響中好像差了十幾塊錢而已吧 等一下貴族特權之後 只能說 莫拉斯帕這個單位是真的便宜 而且又傷害又高 好 那現在Z40這裡是補下了正面的位置 後面家裡經濟也為差不多 開始在轉出工兵了 OK 一個轉工兵射倒兩隻槍兵之後選擇了出發 Z40是決定要轉工兵配上待會升級奴兵嗎 菲龍這邊是按了九隻肉麻 準備要來爆肉麻 直接一波帶走 Z40這邊看到 哎喲見鬼了 怎麼量這麼多先回家 這個量太多了 這個要是打起來這些工兵肯定是保不住 一定要按更多槍兵才行喔 OK Z40這邊也準備好了 但是菲龍一攻也點了 Z45滴血一攻的傷害值 好這邊再次出發 左邊一堆弱麻 開始對這個防止輸出 但是血量降的有點快 哎喲要被打破了 Z40這裡防守失誤 沒有啦更多的村民過來 直接被打破了 家裡直接BBQ 那Z40這邊也要一波ALL IN 打進去了 你ALL IN我我也ALL IN你 OK 這裡收村射倒兩匹馬 第三隻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槍兵這裡稍微反擊一下 時間點趕快圍好 好 家裡這裡不直接補了大石牆 OK 繼續拖時間 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菲龍家裡開始做防守 開始補4級 好 菲龍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但4級沒蓋好 現在升級有困難 好 這一波肉麻還在殺 殺了5村 Z40經濟直接炸裂 一旦被溜了進來 基本上就量了一半 原則是有品種的馬 而且還有義工 聰明及時回頭打 傷害也不是這麼的好看 甚至被這個肉麻砍一砍 就殘血了 OK殘血再拿掉 拿到了8村 但是Z40這邊是衝進去砍你一波 我被砍得這麼慘 你也不能給我好過到哪裡 結果這裡房子 這裡有洞 溜了過來 好 這裡 現在菲龍也是遭受到了大量肉麻 砍殺當中 而且Z40同樣的也是有品種加上義工的 開局兩邊肉麻狂送 兩邊村民宿持平差不多 但是菲龍這裡感覺更慘喔 因為他拉了更多村民過來想要解決 這波肉麻可能要被扁死了 哇被夾住 就被戳到 剩兩隻 殘血的村民要不要回頭找一下 回頭打個一下 用兩隻再換一隻村民 也是一個划算的交易 好 菲龍這一波真的是炸裂了 還好工兵沒有走進來 要是工兵再走進來 這個菲龍 應該會相當難受 但是Z40的工兵是在外面 並沒有走進來 好 家裡的部分也是死章殘重 Z40 村民宿領先菲龍 大約5村左右 這裡回頭稍微打一下 勸退了菲龍 Z40升級到了城堡 那個菲龍升級到了城堡實在 那待會要來開TC嗎 但是現在石頭不夠 重新補下了一個市集 這邊工兵拉打 射退了這些肉馬 清奇兵趕快先點吧 肉馬這麼多 不點清奇兵 但是Z40這邊槍兵也太多了吧 我槍兵按太多 現在時代有點難升 待會Z40可以透過買賣 趕快補四集吧 趕快補四集買賣一波 好買了200肉 花了262塊黃金 賣了300木頭 之後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是輪走正在研發當中 好 好Z40現在升級落後很多 但繼續給壓力 菲龍則是家裡 但繼續農了一些 並沒有打算買石頭開TC 補了工程器製造所之後 TC可能不是那麼的好開喔 待會要開TC也只能開這個位置 不然就是要往外開了 往外開的話 只能找外面這個TC的位置 石頭礦 那不管怎麼說 現在菲龍要開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還是先出兵壓制對手 用弩炮反擊這些槍兵跟弩兵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前期 這一波 呃呂 陳寗開始打起來 好 現在第四菱也升級了 第城堡時代 好 稍微圍一下 好 這裡 打回去之後 突然這裡輕騎兵 打了一下 呃呦 這倒了一隻馬 現在菲龍點下了輪斗技術 跟二級伐木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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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砍掉了剩下槍兵 槍兵全部解決 5號也慢慢出來了 好 好 這一波馬 有點危險 不能送 好 好 第四菱一上 城堡時代 馬上點下了二級伐木 這些工兵繼續拉扯 拉得很好 一滴殘血跑掉 鬼龍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OK 那第四菱一開始把T4往外開 選擇的是先做騎士 做幾隻騎士 然後先補下了強化教堂 那強化教堂 那強大衛除了補這個位置 也可以考慮補上面這個位置 補這個位置 繼續加這個農田 但這裡房子好像有點多 好這一波 肉馬 又抓到了村民 抓了一村兩村 應該是沒問題 哇哇哇 這波有點慘烈 左邊這裡其實也在互打 肥龍則是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但突然這個大問題是 他沒有這種裝長槍兵啊 沒有這個槍兵的升級 升到級兵 所以波蘭到了後期 要怎麼對付莫娜斯帕 這是一個 尷尬的問題 還是我們這邊直接鬼轉馬弓呢 波蘭馬弓 走這個騎兵路線 好那肥龍暫時是開TC 開在左邊這個空地的位置 可以說肥龍地形是真的有點差哦 好這裡村民又要再抓了幾隻 兩邊前期打架打得很兇 這個招想可以成功哦 哇果然成功了 抓到了一隻騎士 後方槍兵還在追 騎士還在砍村民 好往左走 然後流出去 發呆不動 一槍兩槍搞定 好第四林補下新的強化教堂 好那目前強化教堂 農田的部分都沒有吃到 那再極端一點的部分做法 就可以直接補一個強化教堂 這邊農田全部都可以吃的到 好就看第四林有沒有這個空閒 可以去補這個強化教堂 然後先補了一個在前面 增加一下挖石礦 跟這邊農田的效率 還有伐木工 這一波抓到 直接抓死了一匹馬 但是強化教堂可以躲人 現在很舒服啊 強化教堂可以躲人 還可以射人 還不錯 好這裡要小心 OK這裡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現在肥龍 選擇的是一個槍兵路線 槍兵路線防守 待會要找個機會挖石頭 挖石頭挖起來 就可以 去補下這個城堡 點下貴族特權 好這波招翔看一下 應該有機會招得到 但是沒有宗教狂樂 移動速度應該是最不太到的 好忽然這邊是有點下護衛技術的 所以移動速度是真的快 好招翔走過頭 被招了一隻騎士 生侶又要繼續拿嗎 前面這個青騎兵抓得很好 肥龍這邊抓掉第40兩隻生侶 第三隻生侶也一刀拿下 三隻生侶全倒 好肥龍現在走了是槍兵配肉馬 還有生侶的防守路線 OK這裡槍兵再過來 結果這個聖物沒有打算要拿的意思 好這邊再一次刀翔看一下 能招到嗎 踩點 槍兵數量是真的有夠多 好忽然這邊 又抓了一隻生侶 帝斯林這邊肉馬放的位置還不錯 好這裡有看到生侶 這一隻生侶也逃不掉了 後面槍兵無限往前衝 想要戳掉第40的生侶 再槍沒拿下嗎 哎呀拿下了 來不及躲進去 這裡強化教堂幫忙輸出 幫騎士扛了一下 但是騎士還是倒地的很快 這一波第40 打得還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反正這肥龍有點送啊 冰都送的差不多了 好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再繼續補槍兵 更多的槍兵 反正我的田可以種得很快 但這個田是不是有點失誤呢 好直接不理大莊園了 直接灑在TC旁邊 哇這個算是波然之石嘛 好沒有關係 那第40確定把城堡往前補 該是要首都正面了 左邊補了一堆房子 給他家裡給維好 好那目前這幾波交戰之後 兩邊應該是要準備升帝王時代了 Z40這邊 職業量還差一點點 50黃金 OK買賣一下 點一下升級 帝王時代 續時代發 右邊這些村民開始往右走 好來蓋寶 蓋寶直接被紀斯林的肉麻給抓到 這邊抓掉了一村 單槍兵趕快來支援 左邊的交戰 這一波上去砍掉了兩隻僧侶 飛龍這邊兩隻僧侶拿下之後 三隻僧侶再放了出來 紀斯林這邊招翔 可能會成功嗎 不知道 又收了進去沒有辦法 紀斯林這邊收 僧侶收得很不錯 但是大量槍兵過來 讓這個壓寶已經成功了 好 但是帝王時代移上 待會巨型頭時機 會比肥龍還要快出來 肥龍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升級到帝王時代 重點就回到剛剛我們講的 如果你升到帝王時代 突然沒有大槍兵 要怎麼防莫娜斯帕呢 直接用戰錘兵敲爛他的頭嗎 還真的是要按戰錘兵是不是 按了一隻戰錘兵 這一波 新騎兵在後面輸出 槍兵在前面 左邊還有一根城堡 這是一個雙堡 壓制嗎 肥龍這邊升到帝王時代 還有3分鐘的時間 Z40則是還有45秒 待會雙堡就可以來按巨頭了 這邊先存個400木頭 跟400黃金 待會巨型頭時機先按 給肥龍這邊的城堡 先比較多的壓力 這邊可以繼續挖石頭 Z40這裡 挖完石頭繼續往前插 直接控制個石頭 讓Z40的石頭變少 也可以嚇阻莫娜斯帕爾的伸展 現在肥龍繼續往前推 戰錘兵出來直接敲爆這些槍兵頭 喔 這根堡騎起來會很傷喔 這裡又有一堆田跟T4機會被射到 但是巨型頭時機已經正在生產當中 Z40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 兩邊都是轉了槍兵的流程 但是Z40是有大槍兵的 而且三攻三防都有 好 穆拉斯帕爾衝出來 先扁了一下 本來想撒田 直接把田給取消 ok 這一波Z40 是有點小賺 那現在兩邊經濟其實差不多的狀況 但是巨型頭時機已經架起來了 好 第二卡也架起來 好 房子這裡有機會打破喔 這裡要特別注意能不能拿下 好 來抽抽看 抽一下 繼續出出 拿下這些穆拉斯帕 房子修得起來 好 城堡的部分繼續狂修 13個人應該可以修起來兩個巨頭 但是四個巨頭就不好說了 好 撐到了帝王時代的波蘭人 先點下了重裝騎士 還有二級馬凱 那貴族特權 要趕快補下才對 但是現在他按的是巨型頭時機 現在喬治亞誤胎巨型頭時機 正在攻城當中 家裡還有僧侶可以防守 左邊兩個一個對蓋寶 兩個都想要爭奪這塊黃金 結果先來蓋寶的是 肥...呃...自己是靈 好 肥龍這邊蓋寶已經慢了 這根寶來不及 蓋好嗎 呦 肥龍這裡 有點尷尬喔 城堡已經開始在建造 好 戰隨兵現在在家裡 兩隻聖女直接進入城堡 換我被射死 好 這個城堡馬上就要爆了 好 這裡趕快補了更多村民過來 蓋城堡還有60幾% 兩隻重裝騎士過來 三刀砍死一隻村民 現在第40 這根城堡能不能蓋起來很關鍵 兩隻騎士趕快再繼續抓 最後還有一隻村民還在蓋寶 97 98 99 99.9 蓋好了 這裡就還是把城堡給蓋起來 這根城堡要死了一堆村民才能蓋好了 但是不蓋又不行 但是蓋了又被拆 因為巨型投石機已經拆掉右邊城堡 已經開始往這邊前進了 我覺得飛龍這根堡會變成這一把伏筆 因為這根堡就算蓋起來也是得被拆 而且又被拆的話 他就沒有城堡可以去補貴族特權了 那現在波蘭人 已經有貴族特權了不好意思 他早就已經點了 哪時候點了沒有看到 okok早就已經點貴族特權了 那就不是伏筆了 有沒有城堡現在無所謂了 但是沒有城堡的話就沒有戰錘兵 沒有戰錘兵怎麼打莫娜斯帕呢 只能靠槍兵加上大量重裝騎士了嗎 ok現在破爛點下三級農跟三級弓 好現在大量的槍兵走得過來 現在五台巨型投石機拿下這根城堡了 好27隻槍兵 怎麼拿下正面呢 波蘭這邊補殺了槍兵的升級 三級的步兵鎧甲 反甲技術也點了 只有槍兵的波蘭 遇到的是Z40的莫娜斯帕大軍 三級防也點了 現在莫娜斯帕有了三隻攻擊力 這也是加三點傷害值 加三攻 好喬治亞現在要小心的是 波蘭這邊大馬爆 要很小心 村民還要再補一些彩血 好那現在經濟補得差不多 現在繼續補了更多的馬舟 想穩定一下騎兵的產能 這邊想要來抓巨頭有機會 對Z40這裡沒有看到巨型投資機 這邊已經上高地 開始拆除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MASPAKU來救援一下 但是勢必好 再少了幾台 Z40這邊失誤嚴重 這一台巨型投資機 可以用這隻騎士去拆掉嗎 剩下一兩刀的傷害而已 好這邊全力直接拉走 Z40這隻騎士有可能被招 被招走了 好沒有辦法 好牆兵直接走到鐵裡面 要開始瞎雞巴亂戳了 好開戳開戳 家裡也不敢用MASPAKU去防守 Z40選擇了大槍兵的防守方法 那這些MASPAKU可能不能再待在家裡 看要不要找個機會往外送 這一波槍兵戳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有三攻的重裝長槍兵傷害是8點 打下村民是7點傷害 其實也是蠻高的 好在這邊大槍兵已經升級好 大槍兵傷害是6加1 比重裝長槍兵多了2點傷害值 OK這一波戳完之後 現在Z40 家裡村民數下降很快 只剩下80隻村民 哇這個沒有收村有點傷啊 槍兵總機器戳爛了 剛剛Z40這邊的想法可能是不想收村 收村的話會傷經濟 那不收村直接損失這些村民 感覺又很炸的耶 哇感覺肥龍這一波 虧已經賺爛了 現在Z40 能靠MASPAKU打回去了嗎 MASPAKU的防護力很高 現在就是已經5加3了 待會精銳生蠟變成5加3 3加3是6點 待會變成5加3變8點 再多2點防護力的 好 吉斯林補下1級的步兵台長 好左邊大量強兵過來這一波 說波蘭人要繼續產戰錘兵才行喔 果然波蘭這裡還是必須得靠戰錘 才有可能打的眼睛刺影這個搭配組合 當然波蘭這邊也是可以轉弓兵喔 但是黃金不知道還夠不夠能夠轉型 好這裡打掉 好戰錘兵要一直按 戰錘兵現在是肥龍能夠嚇阻這裡的所有搭配打法 槍兵也可以用戰錘 穆拉斯帕也可以用戰錘 現在只要用戰錘兵就能搞定 吉斯林的配兵組合 但現在產能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問題 需要更多的城堡 肥龍決定把城堡蓋在正面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是對的嗎 怎麼會怪怪 這樣沒錢喔 巨型偷司機 他的巨頭都被拆光了嗎 哇靠 吉斯林這邊巨頭一台都不剩 肥龍這麼會抓巨頭的嗎 好這裡城堡蓋在正面就是沒問題了 現在正面也是用大量的撞到牆兵 直接撞你的槍兵 槍兵直接撞起來 左邊的莫拉斯帕 利斯林使用了巡邏戰法 這個是在 KERA使用世界賽的時候 使用巡邏的駐守模式 加上巡邏的打法 這個打法真的是有點東西阿 完蛋了完蛋了 以後現在越高階的這個 天梯的話都會看到這種 騎兵原地巡邏 然後使用駐守模式的戰術 好強好強 真的是暫時解不掉 好 好莫拉斯帕過來想要直接硬解 好繼續是原地巡邏 肥龍這裡有點尷尬 這個原地巡邏有點煩阿 好現在直接手刃 巨型頭C兩台拿下 肥龍的工程被受到了阻撓 好 好 迪斯林也學會了HERO世界冠軍的原地巡邏戰術 好 讓莫拉斯帕存活了大量數量 但是缺人就是沒有空回來 他就只會發呆而已 其他的兵並不會去幫忙臨兵喔 就不能使用以臨兵以火力支援我 助手模式巡邏 就會有這個大問題 如果沒切回來 就是沒有臨兵火力幫忙 幹這個洞太明顯了 我為什麼沒有看到 我真的是吐了 肥龍這個 這個洞 真的是超過100分 OK 那現在第40 直接手刺這個TC 但是加利也被BBQ了 一堆騎士在尻你家的孫民 這一波手刺村民 戰純兵也來過來幫忙了 這一波Z40可能會損失慘重喔 戰純兵扛 莫拉斯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這裡又想要遠地巡邏了嗎 又想遠地巡邏 但是這邊戰純兵先拉走 OK 正面直接過來開戰 肥龍這裡 也想要遠地巡邏 但是 沒有用到這個 遠地巡邏的走路好像走太遠了 好 就繼續遠地巡邏 好 村過來想要蓋 但巡邏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肥龍 拿下比賽勝利 原家裡已經被重裝騎士給衝爛了 完全不用看 他家裡完全沒兵 都是在右邊這個位置 沒想到肥龍最後 是打贏了喬治亞人 用波蘭這個文明 那果不其然波蘭後期 如果沒有馬功路線的話 就只能靠戰錘兵了 槍兵路線真的是沒有辦法阻止 莫拉斯帕的威力 還是得靠這個貴族特權 配上戰錘兵 拳這個肉精打法 還是比較適合波蘭的 這個經濟配置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這又是由 波蘭肥龍哪下 支援上的勝利 木材稍微少 輸一點 輸大概 減了一點 當然不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